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著名歌星陈浩德和超新星歌手 在纽约参与金曲《吹灿》演唱会的演出 为观众带来很多经典曲目迎到热烈的掌声 德哥又来纽约了 对呀 你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 最近有什么消息呢 最近真的忙了 又忙演唱会 最近女儿一月就要在多伦多开学 她就在多伦多读大学 我又要安排她所有行程之类之类 所以这次其实我做完这些节目 我就会飞过去多伦多 跟女儿安排一下上学的东西 德哥唱歌唱了这么多年了 你有什么要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唱歌经验吗 我唱歌经验很多 我喜欢唱歌 我喜欢到什么呢 我去到上海住 我居然去上海音乐院进修 当时是九几年 当时是四十几岁 我今年是六十亿了 看不出了 所以唱歌最重要是自己的兴趣 一定要不断学习 其实我经常觉得每一次唱 一定比上一次更好 你想想一下 应该要不停进步 为庆祝第一届超新星 全美华人新秀歌唱大赛 圆满成功 和第二届正式启航 主办单位 举办了超新星歌手 金曲炊灿演唱会 场面热闹 今天是什么活动 今天的活动 非常有意义 今天的活动 除了超新星歌唱大赛 是一个庆功宜之外 他们是给每一个选手 有机会在这里展示自己的 自己创作的歌曲 第一次是首播 所以今天的活动 包含了他们 可以做明日之星的机会 同时是给他们 在舞台上增加 这个舞台经验的一个机会 所以是非常值得 而且是非常难忘的 可以说 今天的活动的嘉宾 非常多 除了是赞助商之外 就是来自社区的顾雅明议员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活动 将来会成为全球华人 都会真体的 我们这个超新星 新手歌唱大赛 刚才的变脸是非常出色 请问你今年几岁呢 我今年十四岁 你叫什么呢 我叫金子涵 变脸学多久了呀 我的变脸是从中国北京学的 这个变脸我是学了一个月 除了变脸之外还会什么呢 我还会中国舞和唱歌 这是我平常都在练习的一些爱好 北港台菜 是纽约著名的台湾菜馆之一 她连续三年荣获米芝莲推荐奖 纽约快仙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沛欣 现在在美其林的太餐馆推荐的 你现在开除多少年了 我们这一家餐馆刚满15周年 是美其林介绍的餐馆 然后我们餐馆的特色菜 主要还是这几样 然后有苍蝇头 茶排骨 豆腐锅 林师傅 牛肉小炒跟宜蘭炒花汁 都是我们主要的特色菜 我们的台湾菜主要是让侨胞 在这边吃得到台湾味的菜 然后不需要飞到台湾去吃 餐馆